我叫林正宜 我叫林正宜 在去年應該是 九月多的時候 七八月 因為我總共三個月就是在劇場上科科 然後就是 後來就是透過劇場企業生態 就到上班 然後現在就在上班資訊科技上班 然後目前就是在 因為剛好我進去的案子是負責做政府案子 所以現在在市政府 外派的註點 我在學校是念電機 那因為在學校的時候就是對寫程式有進去 然後後來就是在 那個什麼 那個 直信局 有看到課程 然後就是 有三個月的課程 然後有跟 就是跟程式跟網路電腦相關 然後想說就來上課 然後那時候是聚將有 做這個課程 那我們就是 所以我就進到聚將上課 然後工作年齡是在做 在寫程式 就是那個 其實我們SA就是會 跟我們講一些需求 還有幹嘛 還有這次程式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把他需要的內容 把詞做出來 給他這樣子 最有挑戰的部分 就是想辦法 因為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那個案子 就是在翻 翻新 所有程式翻新 所以我最有挑戰就是 把舊線型的 舊的邏輯 有問題的地方 全部翻成就是比較 架構比較嚴謹的部分 那 因為程式的部分 我比較有興趣 所以那塊我就學的還 還OK 那再來就是 網路部分的時候也學了一點 就是 對網路有一點概念 再來就是資料庫的部分 因為資料庫那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概念 因為廢本回信 所以我覺得 唯一我覺得 對我幫助的 那三個月對我幫助 就是讓我認識資料庫的東西 因為我進到 神通的時候 我們對資料庫的運用 非常大量 所以那時候 我已經就是還蠻清晰 還好 這個東西是讓我 會比較快進入狀況 如果你是真的 對我寫成是有興趣的 那你就知道 資料庫的認證 對啊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有熱血啊 像我常常就是 會寫到半夜三十年不睡覺 就腦袋挺起來 就是你真的中熱血 那你真的去學 或者去上個課 那可能真的對你幫助 是誰 比你更多的 是誰 會生氣 有些人 也會有 也會有 有些人 感谢观看